大彪姐刘文在微博晒出一组参加时尚活动的美照 招片中大彪姐身穿黑色T恤搭配银花短裙 大秀逆天超摸腿十分吸睛 这一手轻浮玻璃 低头沉思时卷曲绣发清垂的样子成熟又知性 而另一张照片中大彪姐依靠在一侧玻璃 微微侧脸酷酷眼神配上着白皙肌肤超级扬眼 忽而张开现场手臂小姐姐瞬间气场全开 黑白的色调冷淡中又带着质感 再配上大彪姐这完美的身材比例 小兵也是看得醉醉的 由陈思成编剧指导 王宝强 刘浩然主演的喜剧冒险探案系列列影 《唐人街探案2》将于2018年2016日登陆全国各大影院 近日剧组首次开放媒体谈判 导演陈思成 朱燕王宝强 刘浩然 肖央 盛雨贤 刘成语 习书到场 在拍摄现场 医院 解剖台等场景十分真实 一下子将人拉入故事紧张情境中 主创们态度也非常认真 对各种气味情感变化的拿捏都十分到位 在群访环节 主创们进展搞怪本色 现场大爆料 尽显去组成员之间的好消情 但被问到《唐弹2》与第一部又没有什么变化时 陈思成左右看看 定格在造型沙马特的王宝强身上 都却称变老了呗 最后刘化然 肖央两人又合力吐槽 王宝强学英语 相爱相杀 十足欢乐 此外片中新角色也发光 曾出演老炮的新生诞女演员尚雨贤 也已确认摊眼 首次拍摄推理电影的她 饰演天才黑客少女 弹击自己的角色也是男演兴奋 而曾出演《卧虎藏龙》 《清明宝剑》 《马戏之王》等影片的国际演员刘成语 也轻情加盟 她用英语接受采访 表示剧组工作气氛像party一样开心 陈思成马上打趣道 我们是个国际化的剧组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她刚刚说的 她说来到北京很开心 北京烤鸭很好吃 一会儿请大家吃饭 引进城众人哄疼